上电就保护了 大家好 我是电子小吴 又收到粉丝发过来的一台利便电源 牌子是NFA的 说是上电之后报警没有输出 我们接下来直接接触电源试一下 接上12V电源 上电 电源可以归零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直接开机 六灯点亮 但是这个红灯在闪不正常 这个机器在不停的启动 但是启动不起来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六不保护了 这下门打开机器看一下 螺丝全部打下来 好了板子已经拆出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来测一下输出级 没有短路 测一下输入 也没问题 测量直流高压 六不电容两端 导动值0.7 这个是两个整流管的导动值 没有二级管机穿 那么看前级的绿布电容 有一颗 这颗已经鼓起来了 它这儿是多核电容并年使用的 这个保护应该是跟它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最后需要更换一下 我们再次接入电源 来开机 看一下直流高压有没有建立 可以看到 是有电压的 这样子证明了前级在不停的启动和停止 前级是在工作的 翻过板子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机器前级和后级的驱动都是由这颗芯片完成的 它就是一颗单撇机 接下来我们查一下前级或者后级有些什么保护电路接入这个单撇机的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单撇机的供电测一下正不正常 经常是这颗三个脚的78605 在这颗绿布电容上面得到的5伏电压给单撇机供电的 好了 实测电源5伏正常稳定 好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就放在刚才所述的保护和检测电路 像这种单撇机控制的没有线程的脚位定义 我们只能够通过泄露一个一个去排查 好了 经过七七四十八个小时的排查 它的脚位定义皆皆清晰了 接下来就跟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分析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的另外一边是没有走线的 那么像这种空起来又没有远界的 就是空脚 所以这两个腿我们是不用管它的 像这个接过来很显然接的是78605的输出端就是供电了 好了 这个供电这两个空脚 然后再看过来 这个我们等会说 然后这两个你看这边的话 过来接这边的图腾电路 那么就是驱动输出了 主要是控制前级震荡的 那么这个脚和这个脚是从这边两个泄露过来 看一下 控制这一堆三级管 一个控制风扇一个控制风鸣器 这个下边的 那么再看一下这两个脚我打了个小记号 过来的话就驱动这两个管偶 就是驱动后几H桥 裂变产生交流的 那么再看过来 这一根线通过了一颗电阻接地 另一颗电阻通过了一个二级网隔离 接到这个地线上 检测前级回路的电流 这个查过没有问题 最后就剩下这三个了 这一个呢 它是直接接78605中间的腿地线 不用管它 这个腿呢 我们看一下 这颗电阻下分压 然后从这个铜箔过来 一颗电阻上分压 接到了这个ACC 就通过这根线过去接到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电压检测 剩下最后这个角呢 过来是接的电流复感器这边 这个啊 是检测后级的电流 剩下我们刚才没有说的 这一路呢 也是电压检测 刚才我们看的这边呢 是过压检测 这边呢 到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切压检测 所以简单说来 两个电流检测 两个电压检测 大家看 一个没有角位定义的IC 就是这样子 把它的定义给跑出来的 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型号啊 BT18F11A 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个是查不到的 它这种机器专用的芯片 那么好 总共就四路检测和保护电路 就很简单了 后级电压都没起来的话呢 根本不存在过流 我也实测了这颗电压非常低啊 所以说这个后级的电流检测 是没有保护的 前级的话呢 我把这直接短路到地 就是把这个检测引脚的电压 强制为零啊 然后它仍然会保护 没有输出 所以说也不关前面 这个电流检测的事啊 接下来呢 就剩两路电压检测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路 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的上分压电阻 27K左右 标称30K 这个我也翘起测过啊 正常的 然后看一下下分压 标称是10K 实测的话呢 9K多啊 接近10K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就剩最后一路了啊 电电压通过这个纹一R就往过来 电容滤波 再通过这颗电阻 电阻就顺根这个角解测了 我们再次开机来测量一下 直接我们来测量一下 两颗电阻分压电的电压 在3.2V左右正常 顺着我们测一下最后一路电压检测 这个电压在5V到4点多V 有点跳动啊 大家看一下 不正常 好的 断电 这个是12V啊 通过纹一R就往下的 测量一下纹一R就管 正常 实测通往单PG解测脚的电子也正常 那只剩下这颗滤波电容了 就是这颗小小的 接下来我们把它拆下来 好的 取下电容 标称值是50V2.2V法的 为了提高滤波性能 我们直接给它换一颗50V10V法的 好了 电容移换上 再次接触电源 直接开机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电流起来了 不会再一直闪烁 那么灯也是固定的绿灯点亮啊 关机 再开 可以了啊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再次回来测量一下这颗电容两段电压 现在稳稳的在5.28V这个样子 测量直流高压 229稳定正常 测量一下输出 波形电压幅度正常 稳定 好了 至少我们这个逆波器就算是成功修复了 好了 由此可以看出 我们就算这个机器只坏了一颗电容 也是需要把这个机器的所有 检测和保护电路都是要排查一遍 因为这些保护和检测电路任何一路出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保护 全部由单片机集成控制的 经常呢也有粉丝会好奇 为什么就知道是这个电容坏了 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逐一的分析出来了 相信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 答案就已经揭晓了 所以想要有正确的解决分析思路呢 还得大家自己去学习它的原理经营分析 我们主要载小房车呢 就有这种逆波器的原理和维修的详细讲解 有需要的拿铁客就看一下 好了最后我们还需要把这颗电容换掉 16V 220V违法的 好了最后感谢大家收看